我这人知道感恩 岳母对我特别好 所以说我就感觉到 包容她一些了 这会儿实在没找了 孩子上大学毕业 正好有工作 其实男嘉宾你反复强调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懂得感恩非常善良 但是你知道善良的人 并不等于挨打受欺负 这一点一定要有所区别 因为我们国家在2016年的3月1号 实施了这个反家庭暴力法 不仅是对于男士打女人来讲 是不可以的 而且是妻子打丈夫 这也是触犯了法律的 所以之前的那一页 我们发过去之后 我们要知道之后的这一页 人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但是善良并不等于懦弱 并不等于一味地迁就 无原则 其实咱们也能看出来 男嘉宾的性格 就稍微有点弱那个感觉 不像那种男的说 一下抱脾气上来 爱人打地 不是那种感觉 一味地忍辱负重的感觉 你俩都愿意欠我 行 愿意我 就愿意欠我 行 他让我俩都推愿他 我说行 3号女嘉宾 您生气的时候动手不 我不动手 生气的时候也是 就是对方骂我 打我了 往我就是不服我 才动手还击他 但是最后结果 还是我爱打 吃亏 吃亏 那您生气的时候 一般都什么样 自己生闷气 自爱自己生闷气 这个也不好啊 你为啥自个儿生闷气啊 因为我打打不过他 骂骂不过他 没招了 自己背地里掉眼泪 而是自己生闷气 自己哭 无处倾诉 是吧 那他俩不是有点相像吗 对啊 您这都是家里受气的那一方啊 而且就在这儿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个事 因为上一次我们叔叔 来爱他选择之后 有不少的观众 甚至是女嘉宾还提出这样的一意 这男方就一面之词啊 我不相信 一个巴人拍不响 就因为这个问题啊 我真的是和导演 有问过他身边的邻居 包括部分亲友 他前妻处理问题比较极端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是秀才遇到兵 我们叔叔是秀才 他媳妇是兵 有理说不通 因为他俩在婚姻当中 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那个人的方式就比较泼辣 所以说这段婚姻 真的到最后 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所以叔叔显得就比较懦弱和委屈 这男嘉宾 其实性格本身就是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 如果那个女士 遇到这样性格的人 可能觉得 我就碰你了 我就大泪了 你也不敢怎么样 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助长了他的这个气焰 要不是父母吧 有时候背后也说 你竟惯着你家 你家这位 但是我不太好 因为我既然是找了自己的媳妇 啥事就是难的吧 就心宽阔点 但是这事一整起来吧 哎呀 没找了 所以就得离婚了 那还叫老爷们 我就凭她这愚弄 我都不敢呢 她别说她没有钱 她趁一个衣服都不敢 我不想找那个脾气暴躁的那种男士 那就像男嘉宾的性格咋样 我不会因为她太老实了 我就欺负她 以前就受气了 所以说的话 我不会去 欺负别人 欺负别人 你感同身受是吧 对 咱看《面试》里边的嘉宾怎么说 来 男嘉宾你好 你长得那么老高大个儿 你还怕媳妇啊 怕怕她还敢先动手 你不打死她 直接给她打死了 弄把人坑去 我就把你俩那么弱呢 你有点像她前妻啊 阿姨 还等到孩子上大学的时候 等到二个喊 出大气嘎 你这老爷们 不是阿姨 你都不给她面子 阿姨 我真感觉你好像她前妻的样子呀 你给我们叔叔吓到了 你是二号女嘉宾吗 我是二号女嘉宾 对 英雄好汉 这英雄好汉哪 那咋的呀 男人就得有骨气 你知道吗 我想问一下 还让她打你 你不打她都不错了 我都听你生气 二号女嘉宾 你生气的时候啥样 但是我从来没跟我爱人生气 我没听清 您生气的时候非常咋的 生气的时候我就起来 就跟她喊的 喊打人家干啥呢 想打吗 非先打老爷们的一个女的 都说男的先打女的 哪有女同志先上手的呀 非常叼 刚才那个字啊 非常叼 哎呀 您现在是没生气呢 是不 这样二号嘉宾 看来台上可能一群人 对你对我误解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她下完场上来 对对对 咱当面比划 当面聊一聊 好不好 没问题 我可以挑战呢 好嘞 我不怕 不是 霞姐这是一场相亲节目 不是比武相亲 当然 来吧男嘉宾 二号女嘉宾连线过后 您对二号女嘉宾的性格 是什么样的评价 成人比较仗义 很仗义 很仗义 你觉得她能跟你动手吧 如果牵手成功的话 我下一个我就想让她 你要见她 对 就是 明知山羊虎偏向虎山形 二号姐姐 她是属于仗义 虽然脾气感觉我们像 特别的火爆 但是你发现没有 她是属于那种义正言辞的 她不是属于先侵犯对方 而是她面对对方的侵犯 她知道能够以牙还牙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性格 是大哥需要的 就是我们看年老受气 像受气到时候 我们也跟着着急 因为生活当中 夫妻之言应该是平等的 不应该说 谁在生活当中 非得委屈自己 那是过啥日子呀 对不对 而且现在这种日子 不需要再委屈求全了 就为了找幸福 对吧